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 天氣還是一樣 北部呢 明顯的 濕濕冷冷 各位有沒有看 有一點改變呢 就是說這個冷空氣開始南下了 這邊呢 各位 你看這個雲的走向 這個就是很冷的空氣喔 高尾度冷的是特別明顯 不過在中國東岸呢 這邊呢 乾了很多 所以水氣明顯減少 現在來看的話 乾空氣已經慢慢開始接近 明天白天呢 水氣應該減少了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喔 從濕冷要變成乾冷喔 尤其是新竹以北的朋友 到東部宜蘭啊 花蓮啊 可以期待一下喔 要有比較乾的天氣喔 不過呢 雖然是乾還是一樣冷 這個冷空氣直接的下來 我們看一下的動態喔 事實上現在就是有一點水氣在這個地方 預計呢 這個越晚喔 這個水氣散的越快 新的一波冷的乾冷的空氣就開始下來了 所以只有剩下迎風面有些短暖陣雨而已 那預計呢 這個會持續幾天的時間 到禮拜五 禮拜五之後就會慢慢的緩回溫 你看這個高壓的動態就開始有點變了 這基本上是一個高壓 從這個地方偏北風移下來 然後慢慢東移 所以禮拜六 禮拜天呢 是相對的回溫的時候喔 高壓就在這個地方回溫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回溫呢 回不去了喔 回不到很溫暖的天氣還是冬天的微溫 然後到禮拜天又有一波這個冷高 又會再下來 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又會再降溫 不過這波的幅度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相對之下喔 就是最近來說的話 就是典型冬天冷冷的一種天氣型態啦 要回到溫暖喔 就真的要春暖化乾了 真的現在是冬天 我們看一下這個溫度的分布喔 事實上這一次的冷舌呢 是整個東亞都是一樣變冷 這個是很典型季節的特徵 北方的高緯度就是很典型的就變冷了喔 但是它有時候會 位置會不一樣 所以溫度的反應就會不一樣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天之後冷的空氣位置呢 就往北偏了 然後到了下禮拜又開始南下 不過台灣灣呢 其實都在它的邊緣 所以影響呢並不是很直接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整個冷空氣呢在下禮拜都是在北方啦 台灣沒有在它行跡的路線 都在邊緣 然後這樣的情境呢 事實上偏乾冷 就要注意喔 境外污染物容易移入 當然啦 整個我們這個時候 就要看明天早上的時候 空氣污染在整個背景的濃度有多少 因為在這個地方產生 除了看當地的濃度之外 整個變化過程喔 不是說吹這個風 然後就污染物就會跑下來了 因為污染物 它其實跟這個當時的環境 是有很大的關係 很複雜的 不是說吹東北風 就一定是這邊來的喔 不一定的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有這個機會 未來這幾天 有這個機會乾冷 濕冷呢可以把污染物雨除掉 透過這個雲雨雨除掉 可是乾冷呢就很容易下來了 那這兩天呢其實在北部呢 還是雲量比較多 預計禮拜三四 雲量比較多 但是少很多了 所以整個北部很多地方 除了迎風面的這邊呢 其實新北啊還有這個宜蘭 雲量比較多之外 其他地方應該都可以看得到陽光喔 多雲到晴的穩定天氣 中南部持續是晴天喔 未來這幾天都是晴天 可以好好把握了喔 這幾天洗衣曬衣喔 你趕快洗衣曬衣喔 還不錯還不錯 雖然是溫度冷冷的 那各位呢已經最關心的是溫度 今天晚上呢還是冷喔 14度15度14度15度左右 入夜的時候還是要留意一下 東半部呢也是一樣 比較濕濕一點點 然後預計呢這個溫度呢 在明天來說的話會回溫喔 就有點不一樣 14到17度 明天呢雲量會減少 下雨情況會緩解 所以明天呢有機會是見到陽光的喔 請大家好好珍惜 可以見到陽光 大家真的可以換一下衣服 穿著會有點不一樣喔 早晚還是冷 可是白天喔 17 17 20 21 22 比較溫暖一點點了 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 東半部呢上升沒那麼多喔 比較濕涼一點點 就是迎風面的位置啦 這個就是禮拜三的天氣 有一點改變了喔 乾從這種濕冷喔 這兩天的濕冷 北部的朋友濕冷變得乾冷 那這兩天的溫度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低溫呢還是有機會 拉到13 14度左右 甚至不排除低溫呢 可能會往下拉 這個就看明天的這個雲量喔 現在來看的話 雲量可能比較多 所以它就沒有拉到更低啦 這個其實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範圍喔 這個 輻射冷卻是很難去預測抓得到的喔 所以我們用一個 12 13度的這個溫度 來看未來這兩天的溫度 那預計呢到禮拜天 各位有沒有看 15到19度 相對的舒服很多 14到22度 有溫差的喔 前幾天基本上 像禮拜二禮拜三 都沒有什麼溫差 前幾天都沒有什麼溫差的 將會有溫差 可以期待的 南部呢 其實相對之下 是有溫差的 13到24度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變化很大的 這穿著呢你就要很不一樣的穿法了喔 到了週末的時候應該會稍微回溫一點點 所以請大家可以期待最近的天氣 我們應該也建議 週三下半天冷空氣南下比較乾冷的空氣 水氣減少濕冷轉乾冷 然後週四清晨呢 空旺地區就僅為11度左右 要留意一下空旺地區的低溫 冷到週五 然後週六就開始逐漸的回南當中了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見 光旺 很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